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末代皇帝溥仪三岁登基 六岁训位 但他在紫禁城却一直长到十八岁 因为按照京市优待条件 训位后的溥仪依然保留宣统皇帝称号 仍然住在紫禁城 国民政府每年给皇室拨付四百万两白银的费用 在此期间 溥仪长大成人 并举行了隆重的大婚庆典 拥有了一后一妃 正当溥仪的皇帝生活过得平静而舒适的时候 突然有一队军警闯入了紫禁城 他们用手枪和炸弹逼迫溥仪立即搬出皇宫 否则将炮轰紫禁城 而几个小时之后 溥仪和所有的家人 溥从 就都被押送出宫 宣统帝号也被彻底废置 殉清皇室彻底崩溃 那么胆敢在皇帝头上动枪动炮的究竟是什么人 当时的情形是怎样的惊心动魄 而多少年以后 带队逼宫的军官和溥仪再次相遇 又会解开彼此怎样的秘密呢 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 晚清史研究学者作家贾英华先生 带您回望跌宕历史 为您建议皇族新生 敬请收看末代皇族的新生 下部第二集 京别紫禁城 上次我们讲到 继溥仪大婚之后 对于末代皇族来说 溥仪被赶出故宫 是件天大的事情 这也是末代太监斯耀廷所经历的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 他不是皇族 但是他最了解皇族 可以说他是一位特出的历史见证人 他的亲历回忆 可以说呢 有助于还原一些 众说不一的真实的历史细节 溥仪出宫那天 是1924年11月5号 事先啊 并无任何预兆 那天早晨啊 这个小太监啊 耀廷 当时小太监 很早啊 就来到了西六宫的楚秀宫 就宛容在卧室门前啊 站班 这个当时啊 是宫里一规矩 就是太监和宫女啊 轮流值班 伺候着呢 皇后宛容 过了没多大一会儿 只听了 楚秀宫啊 一声传饼 万岁爷 驾到 这一嗓子啊 刚刚落地 溥仪啊 就迈进了楚秀宫 溥仪什么打扮呢 一身呢 皮挺的西装 戴着墨镜 脚底啊 穿着一双 正亮的皮鞋 这个药丁一看 马上啊 就过去 小心翼翼的 就向溥仪禀报 说万岁爷啊 跟您禀报 皇后啊 还没醒呢 现在的电视剧里啊 往往啊 称呼不对 说皇上 皇帝 在太监来讲啊 他亲力的回忆说啊 无论是宫女 还是太监 当面和背后 都称 溥仪为万岁爷 这时候啊 溥仪啊 就哼了一声 随即呢 就走进了呢 楚秀宫啊 宛容的这卧室 进入啊 就把这个宛容啊 喊起来了 万人有所不知 这个宛容进宫以后啊 就染上了西大烟的毛病 他呢 晚上不睡 早上不起 这个溥仪啊 最烦他这事了 把宛容叫起了以后说 兽 这兽啊 是药亭 在宫里的小名 是长寿的兽 拿了金毛件来 咱们上院里踢 来玩 这时候呢 这个药亭啊 就拿出两个金毛件 在院子里呢 陪溥仪啊 就踢起了件 过了一会儿呢 溥仪啊 一股啊 无名反省 不听 进屋呢 就弹起了钢琴 弹着弹着钢琴啊 外面啊 又是一声啊 传报 说内务府大臣 邵英道 这个话音啊 还没落呢 这个邵英啊 就进了楚秀宫了 他是内务府大臣 当时呢 跟着他进来的呀 邵英后面 有麒麟宝夕 还有呢 溥仪那位老丈人 龙元 轰轰张张啊 就来到了呢 楚秀宫的屋里 这个药亭一看 准出大事了 因为一般呢 都得传报之后 告诉 万菲爷传你 他知道 有可能就发生了大事 这个时候呢 他呢 还在屋外头呢 就听里头呢 看着 这个 几个人那说话 但是呢 他摸不清是怎么回事 溥仪啊 这时候也没想到 实际呢 他的命运 发生了历史的突变 我把这叫做什么呀 叫城门失火 殃及持鱼 为什么这么说呢 1924年 发生了直风战争 也就是说呢 直系的吴佩孚 和凤系的张作林 开战 这个直系的前线总指挥啊 是冯玉祥将军 这冯玉祥将军啊 是爱国将领 这个后来呢 他认过呢 国民政府的呢 军事委员会的副委员长 谁是委员长 蒋介石 所以呢 这个冯玉祥 是个资深的一位爱国将军 他呢 在两军开战之际啊 临阵倒戈 回使北京 就占领了北京 史称 北京政变 他占领了北京之后呢 他就把会选出来的那位 总统曹坤 给囚禁在了中南海的延青楼 之后啊 他就想干一件 轰轰烈烈 而又能够啊 清史留名的大事 想来想去 他决定 把溥仪 轰出故故 彻底结束呢 数千年来的抵制 这时候呢 他的部下 经济警备司令 陆中林 就呢 建议 召开内阁会议 干嘛 修改这个 清史优待条件 同时呢 成立清史上后委员会 这后台啊 就是 冯玉祥 廖庭呢 在这个储修宫外啊 就看这几位内务府大臣啊 又慌慌张张的 跑了出去 这时候啊 普遗就叫 手 进来 让他们 进屋四号 这个宫里有个规矩 就是进去以后啊 你不能呢 眼看着皇上干人们 你得背转身 但是呢 你也不能完全的 说屁股冲着皇上 不对 你要呢 半侧脸 眼睛呢 看着呢 窗外 半侧脸这么站着 这时候呢 他啊 邪门签这么一看 地下啊 扔着一个苹果 是咬了一口苹果 怎么回事 后来才不才知道 当时啊 这个内务府大臣少英啊 向溥仪禀报情况的时候啊 涂一吓了一跳 苹果啊 正吃着 掉地 什么事 涂一啊 这时候 就跟婉容说了 啊 简直反了 反了 啊 陆忠林竟然在景山上 架起了大炮 说现咱们 尽快出空 现啊 几点几分 就要出空 啊 如果过时 就要炮轰 此进城 这时候呢 涂一叶一眼就瞧见了 背身策立的药庭 说你赶紧 去长城宫 通知 舒飞文秀 让他赶紧跪着跪着 赶快出 这时候呢 这个药庭啊 一溜小跑 就到了长城宫 文秀啊 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他呢 问怎么回事 药庭说 不知道 传万岁爷话 就让你啊 赶紧收拾细软 出宫 什么事 不知道 这个宫里啊 他就有这规矩 就是你知道 没让你说 你也不能说 等这个药庭啊 回到楚秀宫的时候 一看啊 这个楚秀宫啊 已经乱成了一锅粥了 太监宫女啊 这些人啊 扛着行李搬运箱子 搬运这些箱笼 简直啊 就成了热锅上蚂蚁了 酒鬼香泉酒 提示您精彩继续 军警的墙跑 使得宫里一片混乱 可是离开紫禁城 虎仪又能到哪里去呢 局面还会继续失控吗 经别紫禁城 出路再何方 这个时候呢 内武大神邵英 正在出迎陆忠林 陆忠林呢 见到邵英之后 啪 把这个修改后的优待条件 放在了桌上 你看吧 这是内阁会议通过的 修改的优待条件 大概一看 邵英五条 主要呢 是两条 第一 溥仪 这帝号 废了 原来不是优待条件讲吗 是吧 这个溥仪 是吧 这个斩流攻进 还是保留帝号 这是吧 废帝号 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 县令出宫 这下麻烦 这个邵英一看 这事儿大了 他说 我赶紧回去 禀报 万岁 这个陆忠林一看 这个邵英面有迟疑之色 马上 从怀里掏出两个手榴弹来 啪 桌上 这一摔 当时 这邵英 脸就下绿了 他以为 这么一摔 手榴弹要爆炸 因为不拉弦是炸不了的 陆忠林就故意的大声喊道 通知景山上的这些弟兄们 现在不要开话 再延长20分钟 这邵英一听吓坏了 这个冯玉祥指挥的这个部队 要炮轰故宫 他赶紧一溜小跑 就禀告了 其实 其实这郑重陆忠林的吓坏 他就是想 让邵英 告诉蒲毅 你赶紧给我出宫 这蒲毅说 看来现在废除地号已成事实了 他让我出宫 我上哪去 原来的优待条件当中规定了 可以千居义和园 那好 他让这邵英 蒲毅让邵英 你跟陆忠林商量商量 能不能 我签到一鹤园 这样 邵英二粉投堂 又找到了陆忠林 陆忠林说 不行 你马上签出宫 一鹤园不能去 这个时候 这个蒲毅 内心 心情非常复杂 说我签哪去 这时候又来添乱的了 两位老太妃 也就是说 同志的两个妃子 一个是静怡皇贵太妃 一个是荣惠皇贵太妃 这两位老太妃哭着喊着 就到了楚球宫了 见到溥仪 这个静怡 这个老太妃 嚎啕大哭 她说 让我搬出太极殿 这不是要我死吗 让我老太太死吗 那好 我都想好了 死 一个 我有剪刀 我自己挡自己 再一个 上吊 还一个 不然我就 头颈自杀 这路 她都说得很具体了 荣惠 一把鼻涕 一把眼泪 也是大哭不止 说 让我往那搬 我娘家人都没了 非让我搬 我就跟静怡太妃 走一条路 一死百了 一死了之 这个转眼间 楚秀宫当中 是一片哭声 当时临近中午了 午饭端上来了 没人吃 皇后也不吃 任何人都没心吃饭 所以这命 都顾不上了 然后端下去 又热完了以后 又把饭又端上来 又凉了 没人吃饭 这时候 楚秀宫外 就传来了 国民军的喊号的声 说赶紧出宫喽 再晚出宫就来不及了 这时候 整个的楚秀宫 可以说笼罩在 一种悲弃之中 浮去岁月的尘封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 时代毫不犹豫的进步 末代皇族的新生过程 显然是百年历史的素养 曾几何时 八级贵州子弟 不劳而获的铁杆装甲 早已化作警戒世人的历史遗迹 无疑末代皇族 历经种种坎坷 和难以述说的心灵魔力 自觉或不自觉地 接受了历史的洗礼 大浪逃杀 末代皇族中 大多数人都成为了 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他们在新中国的阳光下 忠诚一代有用的新人 请看昔日的皇帝 皇叔 皇帝 皇妹 国舅 皇子等人的脱胎换骨 今世蜕变 昔日节目 末代皇族的新生 贾英华先生 亲情讲述 正在播出 朴仪出宫 历史上 记载了有几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两点 一种说法是三点 还有一种说法是四点 还有一种说法 说陆忠林进宫之后 三个小时 三个小时 朴仪出的宫 这几种说法对不对 我考证了一下 历史上这几种说法 当时午后一点多的时候 陆忠林还下令 说下令 限你们两个小时之内 赶紧给我搬出宫 这时候是一点多钟 实际上一直延迟到了四点十分 溥仪才出宫 这个记载 看来是比较确切 当时药廷就替宛容 递着大包小包 赶紧就按照约定 来到了御花园的西北角 这地儿集合 紧接着 溥仪带着几个外随士 也来这儿 剧情了 紧接着 文秀也到了 几个内务副大臣 邵英 麒麟 宝熙 荣元也到了 最后一个来到的 是溥仪的父亲 纯亲王宰风 他从石刹海的后边 乘坐轿子 火急火燎的 就赶往了宫中 这个时候 他在御花园里 冲着景山 这万寿亭 就是大吼了一声 说大清国呀 完了 其实这话说完了 大清国早在 1912年的2月12号 就是 土一逊位的时候 最后已经亡掉了 当时这个药庭 他观察这个 春亲王 春亲王 喊完这嗓子以后 就把脑袋上 带着这个三眼花铃 扔到假身的边上 溥仪和皇后婉容 文秀等人 多少人 老太监当时数了数 说一共 30多人 就一起啊 顺着御花园 顺人门 就来到了神武门 神武门这儿呢 陆东林啊 早已经备好了 五辆轿子车 等着呢 一见浮仪来到 马上呢 立声命令 说你们必须马上 给我坐上车 普一说 我们上哪儿啊 把你们送到 春亲王府 送石沙海 哦 普一啊 这才知道 要把他们啊 赶往 他父亲住的 那个地方 这个陆东林啊 口吻是命令式的 没有丝毫啊 商量的余地 当时呢 坐上车以后啊 耀廷啊 是陪着宛容 坐在了第三辆车上 第一辆车是谁 第一辆车是陆中林 第二辆车是溥仪 第三辆车 是皇后 宛容 倒数第二辆车 是警察总监张碧 皇后宛容啊 偷偷地顺这个窗户 往外一看 出了这个神武门啊 外头满街筒子都是人 而且呢 到处都是啊 军警邻里 都是人 端着枪的这种军人 国民军 吓得 点儿惨白 浑身啊 哆嗦 因为他抽大烟啊 满街筒子的老百姓啊 还喊呢 说看啊 就喊 皇上出宫啦 皇后也出来了 大伙跟看热闹一样 像过节一样 像过节似的 那么热闹 像押送一样 在不断的鸣笛声中啊 这五辆轿车啊 就停在了 纯新王府门前 这个时候呢 陆中林啊 就严厉地 对溥仪这些人说 进去以后 不得随便出入 我们之所以 把你们送到纯新王府 就是为了保护你们的安全 酒鬼香泉酒 提示您 精彩继续 每当大事发生的时候 总会浮现出一个熟悉的身影 皇室遭似乎业性打击 他是继续隐身 还是要亲自出马 精彩继继继继续 正在播出 话说这个溥仪啊 在这个军队逼迫下 就住进了纯新王府 这时候他是白爪挠心的 这如同坐监狱一样啊 因为纯新王府啊 被部队重重的包围 门口呢 站上了岗了 不准随便出入 跟监狱是一样啊 这时候溥仪的父亲 纯新王宰丰啊 精神呢 就变得不正常了 不停地在屋里啊 走柳 就像热锅上蚂蚁一样 而且嘴里面面叨叨 他说的是什么 大伙一句都没听明白 这个溥仪心里这烦啊 他盼着什么 盼着 掏七叔啊 赶紧进府来 因为在这个 他的父亲和两个叔叔当中 这三位长辈当中啊 顶啊 这位掏七叔啊 最有主意 而且呢 能办事 果然 宰涛呢 带着长子普家 经过呢 多次的交涉 终于呢 走进了纯新王府 当时那时候 里边人不准出 外边人不准进呢 费了多少口舌啊 利用了多少关系 进来 溥仪呢 见到了宰涛以后啊 两个人呢 商量了半天 正式委托 黄叔宰涛啊 代表他 和呢 陆中林交涉 提出呢 八条意见 实际这八条意见 主要啊 是这么三条 第一条 你得保证 溥仪的安全 我这性命 我还要呢 现在搞不清 怎么回事啊 能不能性命保得住啊 心里没福 第二 我这个没带着钱啊 内务服得取点钱吧 再一个 你限制我自由了 什么时候让我出去啊 行动能自由啊 你得解禁呢 这样呢 宰涛就带着这个委托 找到了陆中林 结果 刚一谈判开始 就陷入了僵局 为什么呢 警察总监张帝啊 当时就说了 先甭说这事 你先给我说说 这个传国玉玺 哪儿去了 你给我说清楚 这个宰涛脑子很快 他说啊 陪着笑脸说 说您啊 有所不知 这个传国玉玺啊 早就不知道哪儿去了 按照清朝的规矩呢 是一个皇上啊 就是一位皇帝继位 他俊克一次 所有的啊 清朝历代皇帝的玉玺 都保存在交代链 你啊 随时 可以清点 我奉陪 这一下啊 说的警察总监张帝啊 没词了 虽然这个张帝没词了 可当时提到的这个画伴啊 这个传国玉玺 究竟哪儿去了 始终 就说至今呢 是个历史之谜 当时呢 陆中林回答不了 是吧 就是说 怎么能够行动自由 说你可以进那个 上那个内务府取点钱 回来 没问题 啊 性命啊 保证没问题 但是出入这问题 我解决不了 宰头要求面见 风玉祥 风玉祥不见 风玉祥说啊 有什么事 你找啊 黄总理去 哎 就这么巧 这位皇府啊 黄总理啊 当年日本留学的时候啊 您放心 这事儿包在我身上了 哎 态度啊 非常之好 但是呢 至于啊 出入王府的这个自由问题 这限制问题 我解决不了 这点伤 没过多长时间 哎 也就是说呢 这问题呢 就得到了答复 终于呢 春秋玉祥福 里边人 可以到外边来了 但是外边人 如果要到里边去 那必须经过 严格的审查和批准 但毕竟呢 他们能够呢 哎 跟外界呢 跟外界呢 有了一个沟通的 这样的机会 谁知呢 就在呢 正式解禁 出入自由的时候 在第五天的头上 这个溥仪啊 他就动了主意了 他呢 带领着两位帝师 这两位帝师啊 是陈宝琛 哎 这个 我的前半生当中 是吧 称他为他的 灵魂 是吧 还一位呢 是郑孝续 后来当了呢 这韦满洲国的总理 军约大臣 带这二位啊 这说了个说法 说我呀 不能长期的住在这个春京王府 我得在外边啊 赴敏房屋 到哪儿啊 到福州胡同 哎 有名有地儿 说得非常明确 哎 翻来两句啊 就骗过了当时的呢 负责王府看守的 哎 这个军人 结果这个 三位啊 输了王府以后啊 三拐两拐 当然了 还有一些呢 其他的事情 不管怎么样 最终到了哪了 到了日本公使馆 不久呢 呢 溥仪就在日本人的精心策划下 由日本公使馆 当然了 他在日本公使馆呢 还待了呢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从日本公使馆啊 辗转的坐上了火车 就去了天井 溥仪被轰出自尽城的事件 还有波折 跟老百姓的强烈反响不同的是 段祺瑞就任民国临时执政后 公开指责冯玉祥 违背青世优待成见 何以照大信于天下 那些前卿一老一少 也出面斥责冯玉祥 背信弃义 四处奔走呼号 公然强烈要求 完全恢复 青世优待条件 要求让府一回到宫中 继续保持宣徒一号 同时还呼吁 外国政府出面干涉 然而 鉴于殉清小朝廷 一直梦想恢复地质 并上演过张勋复辟的闹剧 当时的社会各界 都一致反对恢复 京世优待条件 因此 不一再也没有回到此进程 末代皇族 就此彻底退出了政治舞台 未经许中 酒鬼香泉酒,提示您精彩继续。 溥仪登机,他每天吃得下八只鸡鸭吗? 溥仪父亲宰风,又到底能拿多少工资? 末代皇族从吃蝶岸装奖到自谋生路,马上揭秘。 溥仪和陆忠林有缘再次相遇,他们相视一笑,敏恩仇,分别道出了藏在心底的秘密。 荆别紫禁城即将揭开谜底。 时光荏苒,当60年代初,上一个世纪的60年代初,全国政协召开辛亥革命50周年纪念会上,溥仪又和这位陆忠林、陆将军再次会面了。 溥仪仅仅和陆忠林两只手就握在了一起,非常激动。 溥仪已经成为了文史专员。 我们这个陆将军在逼宫之后,经历也很丰厚。 他后来当上了国民党的二级上将,河北省主席,也算大官了。 最有意思的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陆忠林定居在天津。 他当了什么? 聚会主任。 跟黄叔百涛一样做起了街道工作。 当时国家还任命他为国防军事委员会的委员。 这么大一官当街道主任,毛主席亲戚接见了陆忠林。 这些事,溥仪也听说了,十分赞配这位陆将军。 握手之计呢,溥仪就问陆忠林。 说我有一事不明啊,几十年来,我就没闹明白。 我能请教您吗? 陆忠林说,请说。 说当年逼宫的时候,说景山上真架着大炮吗? 这陆忠林一听啊,哈哈大笑。 说啊,景山上根本就没炮。 那是吓唬你们的。 两人呢,一起哈哈大笑。 也就是说,当年逼宫啊,这个时候呢,他是啊,被呢,连下带虎给骗出宫的。 上一个世纪啊,五十年代的时候啊,有一位香港记者叫潘吉同。 他呢,为了弄清啊,这个逼宫的内幕,专门啊,去东北的监狱采访了呢,关押在那里的溥仪。 之后呢,又来到了天津,采访了陆忠林。 这时候陆忠林啊,已经是七十四岁高龄了。 当时呢,在天津呢,著名的这个周家饭馆。 陆忠林啊,喝了一口啊,绍兴老酒。 以呢,浓浓的,河北定县的口音,说。 说当年逼宫啊,实际啊,有两个原因。 原因是,辛亥革命不彻底,把溥仪啊,留在了宫中。 当时呢,实际上是一种妥协了。 禁音是什么? 第二个原因就是溥仪,他又闹了那次啊,张勋复辟。 大伙觉得,太过安分了,如果留在宫中,他早晚还得闹啊,复辟这类的事。 干脆把他轰出故宫。 在逼宫的前一天晚上啊,陆忠林,还有呢,内阁总理的,啊,内阁总理黄福,还有一个警察总监张碧。 这三个人呢,受呢,冯玉祥将军的委托。 三个人一起呢,研究如何逼宫啊,当时呢,形成了一致的意见。 就说,这事儿必须是快刀斩乱的麻。 因为呢,这个紫禁城里啊,还有禁卫军啊,如果一旦交起伙来,闹起事来,外国使馆,外国人一旦,啊,这个进来,干涉起来,这事儿就麻烦了。 当时呢,这位黄总理啊,就问陆忠林,说,你需要多少军队啊,陆忠林伸出俩手指头来,说,两万。 陆忠林摇头,不用那么多,两千,他还伸俩手指头,说,至少还得用两百吧,不用。 二十人啊,足够了,陆忠林说,这个警察总监张碧啊,他不放心,他说,你带二十人的手枪队,那好,我也带上四十名警察持枪,一同,咱们进驻资金城。 他们进宫之后啊,首先呢,在两廊之下啊,就收缴了当时的宫内的禁卫军,有多少人,四百八十人,把他们的枪啊,就全部下下来了。 之后呢,他采用一种战术,他没多少人,一共这几十人,怎么占领这自禁城啊? 哎,他采用了一种战术,叫什么,孙悟空那个,啊,定人战术,见到一个,啊,松范的,站住,动,打死你,不准动,化地回老,你就给我站着,见到一个挑水的,站着,啊,就是见到一位,定身术,不准动,这样呢,就见到了,内务府的大臣,少爷,话说呢, 这个陆中林啊,用汽车,把溥仪这些人啊,无辆,无辆汽车,押缝到了纯行王府门前,有一段啊,很有意思的对话,当时啊,陆中林就问溥仪,说溥仪,你给我说实话,啊,你将来,你是想,还想当皇帝,你还是想当公民啊, 溥仪啊,当时啊,非常干脆的说,我就想当公民,那好,陆中林说,那我们就啊,保护你,这时候啊,张碧查言了,这警察总监,警察总监张碧呢,他说呢, 说溥仪你当了公民,你有选举和被选举权,弄不好啊,还能选上啊,民国大总总啊,这个溥仪听完以后啊,尴尬的一笑, 哎,又是时光人展,还仍然是在这次啊,辛亥革命的纪念会上,啊,陆中林和溥仪呢,聊天当中,溥仪问完了陆中林,陆中林说,你不是问完我,景山上有没有大炮吗? 我告诉你,没有,我要问你一句话,当年在纯情王府门前我问你,你是想继续当皇上,还是想当公民,你说,你想当公民,这话,真的假的,溥仪一笑,说,当然是假的啦,我当时真正的心里,还是想复辟当皇上,这时候两人一起哈哈大笑 唯一一人至天下,岂为天下奉一人,故宫养心殿内这幅对联,乃雍正皇帝亲笔提醒,其实,这幅下联,已蕴含了耐人寻味的历史反思 六十年代初,溥仪和我的前半生执笔人李文达,重游故宫 见到这幅对联,不禁感慨万千 这或许,这或许至今仍然可以带给现代人某些歧视,其实呢,溥仪讯为后啊,他仍然享受着呢,这青史优待条件 哪知呢,溥仪出宫以后啊,这个末代皇族啊,就放尸了他呢,赖以存身的铁杆装件 那么末代皇族在此之际,到底是一种什么状况呢 我们下一集再说,谢谢大家